您现在收看的是澳洲东北同乡会电视台 2017年澳洲东北同乡会第三届理事会 由同乡会副会长冯洋主持 并汇报了本次理事会的出席人数 由秘书处代表孙伯聪汇报6月到11月的会员发展情况 及推荐人贡献榜 理事会首先由同乡会名誉会长 本次活动的主要赞助方曾军会长致欢迎茨 同时高度肯定了同乡会在悉尼地区社团中的主导地位 同乡会会长崔尚泽先生回顾了这一年来 同乡会所取得的骄人业绩 同乡会名誉会长商会会长江建新先生 总结概括了同乡会与商会间的友好关系 感谢同乡会一直以来对商会的大力支持 并对同乡会商会的未来发展有很高的期望 同乡会创会会长 商会执行会长张亚明先生 诚挚感谢为同乡会付出的理事会成员们 期待每一位新成员都能用东北情怀与无私奉献精神 把同乡会的平台越做越好 同乡会副会长商会副会长杨森林先生 高度肯定了崔尚泽会长所制定的同乡会发展格局 同时也认可了这一年来同乡会的理事所做出的奉献 澳星传媒总经理 同乡会电视台筹办组代表楚云女士 介绍了同乡会电视台的运营计划与盈利模式 澳洲中国东北同乡会的发展 需要我们团结一致 积极进取 期待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无私奉献 坚定信念 提升自我 携手并进 为澳洲中国东北同乡会打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东北同乡会电视台记者 楚云 天明 现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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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